現在我們要教一個台灣會考的題型叫做視野 視野問題 什麼叫做視野問題 視野問題的意思就是 這裡有一個鏡子 這裡有一個東西 我問我說我能不能在鏡子裡面看到這個東西 叫做視野問題 這個題目台灣會考 這個題目台灣會考 那我們一般老師叫我會教三種解法 我會教三種解法 一般老師教的是第一種解法 這裡有個眼鏡有個東西 能不能在鏡子裡看到這個東西 做法 第一畫成像 把成像畫出來 問題是你的像要畫在哪裡 你的像要畫在哪裡 你根據什麼原則知道像要畫在哪裡 怎麼畫 怎麼畫 你根據什麼原則知道像要畫在哪裡 28 28 做 根據什麼原則知道像畫在哪裡 做 根據物據等於像距 根據物據等於像距 就知道畫在什麼地方 就垂直就距離嘛 然後畫在同樣地方 然後大小要畫一樣大 通常不需要去管左右相反 你要畫成像這樣畫左右相反也可以 但是你不畫也沒有關係 因為左右相反不重要 但大小要一樣 物據等於像距 好畫完以後呢 第一步畫成像 第二步 把眼睛跟像連成一條直線 看有沒有通過鏡子 然後就看 看什麼呢 看他有沒有通過鏡子 如果有通過鏡子 表示看得見 沒通過鏡子 表示看不見 現在有沒有通過鏡子 沒有 表示看不見 如果鏡子這麼長 有沒有通過鏡子 有 表示看得見 這又是一般老師的教碼 畫成像 廉直線 看有沒有通過鏡子 然後被教授罵 說這個不知道搞什麼 都沒有什麼科學原理 它其實是有科學原理的 只是我們老師不教你而已 我們講過鏡子 就是反射光鏡眼睛對不對 眼睛認為光走直線 所以那邊有成像 所以眼睛跟成像 要連成一條什麼 直線 OK 然後這個光是反射光 反射光要怎麼樣 要打到這才是反射光嘛 所以我們要通過什麼 鏡子 就是有原因的 因為是反射光 近眼睛 然後走直線到成像 所以成像跟眼睛連的直線 要通過鏡子 是有原因的 只是一般老師都不教原因 就只要你畫就好了 畫就好了 OK 第一招 第一招 第二招 光是可以倒過來走的 光可以這樣走 可以那樣走 可以倒過來走的 好 那我們剛剛講過 你可以看到成像是因為 反射光近眼睛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把眼睛的反射光畫出來 最左邊跟最右邊的反射光畫出來 問題 你要根據什麼原則畫反射光 你要根據什麼原則畫反射光 你根據什麼原則去畫你的反射光 十一 十一號 你根據什麼原則去畫反射光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根據我們教過的什麼 反射定律 重點是什麼 垃圾腳等於 反射腳 畫完 好了 反射畫完之後 那表示中間這一塊就是什麼 反射光射到範圍 反射光射到範圍對不對 所以眼睛如果在這個範圍內 就會有反射光近虛 人看得到對不對 所以就看得到 這眼睛在嗎 圖在眼睛在不在 不在 在怎麼樣 看不到 看不到 這種解法很適合用來解決 東西只有一個 眼睛很多隻 問你哪些也看得到 OK 這樣子做 那 這個解法有個變形 因為剛剛講過嘛 反射光然後顏值線到成像對不對 所以有個變形的解法 會比較好做一點 就怎樣 畫成像 然後呢 連到邊邊去 因為那就是所謂的反射光進來的嘛 這樣做比較好做 因為那個物距等於相距 比那個畫入射角等於反射角來的容易嘛 然後連直線就好了 那一樣 中間那就是反射光的範圍 看得見 這就是解法二 第三個做法是 剛剛講的 光可以倒過來做 光可以倒過來 入射線反射線 倒過來變成入射線反射線嘛 對不對 你把反射線改成入射線 入射線變成什麼 反射線 所以倒過來做 那你反射光進眼睛 那我們就來看看 哪些反射光會進眼睛 所以從眼睛出發 畫反射光 那表示什麼意思呢 表示這個範圍的反射光都會怎樣 進到眼睛裡面對不對 所以東西如果在這個範圍內就怎樣 看得到 東西如果不在範圍內就怎樣 看不到 圖上面在不在範圍內 不在 所以叫做看不到 最後是解法三 解法三 我總共交了三個解法 總共交了三個解法 這個解法很適合要解決 眼睛只有一個東西 很多個 問你能看到 哪些 東西 好 你最起碼要學會 一般老師叫的第一種解法 畫成像 連直線 看有沒有通過 鏡子 OK 好 這是我現在教的解法 我當會後面沒有這樣的 我當會後面沒有這樣的練習 但是呢 現在的考試題目啊 有一種考試題目 是醬出的 它 這裡 是 鏡子 然後這裡是東西 可是它有一堵牆 如果按照我們原來的做法 我們說打到鏡子做反射線對不對 打到鏡子做反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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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不知道為什麼畫面沒有出來啊 只有最開始的兩個點出來是什麼意思啊 好 就是 打到鏡子 好 來沒關係我們 回來好了 我們在 我們回去 在這裡做 就是 這邊是鏡子 這個是東西 然後這裡有一堵牆 本來的講法是說打到鏡子做反射線對不對 可是這個 過不去啊 為什麼過不去 有牆啊 所以只能拿到這裡啊 只能拿到這裡 所以現在的我們題目是它有牆的 會擋住的 就不見得是這樣的 OK 你就要注意一下 不是照原來的方法畫 你要被搶擋住就畫不到 畫不到 這就是你要注意的事情 好 這就是 基本上我們解決視野問題的方法 我教了三種 我講過你最少要學會第一種 OK 一般老實的教法 可以嗎 可以